好 下面我们看第五个考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针对这个考点 首先考察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共同基本条件 也就是无论在哪个板块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应当满足的基础性条件有哪些 我把它概括为叫组织机构很健全 持续经营无障碍 三年无保留意见公司两控不存在 五种犯罪近三年 好 其中比较重要的 比如三年无保留意见 指的就是最近三年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的都是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然后公司两控不存在 五种犯罪近三年 指的就是发现极其控股股东实际控诊 在最近三年不存在黑五类的犯罪 就是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事犯罪 好 下面我们看 在主板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我把在主板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概括为这样一首唐诗 重要的内容都列在这里了 我在前面也讲到 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说针对每句话都给大家一详细的解析 所以只针对其中重点的内容给大家稍作提点 好 具体而言 在主板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较自从成立满三年 要求公司成立时间三年以上 股本总额三千万 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要达到人民币三千万以上 对股东的出资以及公司股份资产都有要求 较出资到位股权倾 股份资产无纠纷 无形资产尽两成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公司的无形资产 指的是扣除掉采矿权 水面养殖权等之外的其他无形资产 占到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不能够超过20% 好 对公司的财务指标有要求 这个财务指标是非常核心的 务必要掌握 概括为三年净利三千万 三年现金五千万 或者收入三月 没有亏损 为弥补 代表什么含义要理解 所谓三年净利三千万 指的是三年净利润 累计要超过人民币三千万 而三年现金五千万 最近三年现金流量 净额累计要超过人民币五千万 或者收入三月 或者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三月 这两者满足其一就可以了 好 注意都是超过 没有亏损 为弥补 然后对公司经营稳健是有要求的 就是主业董高三不变 公司的主营业务董事高级管理员 在最近三年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好 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有要求 要求公司不存在 利润来自报表外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是来自于合并财务报表 以外的投资收益 这是不可以的 好 或有事项不存在 也就是公司不存在影响到公司正常盈利的 向担保诉讼仲裁等获有事项 好 对公司的组织机构是有要求的 叫做董监高管无进入 也不存在三法一则利润查 所谓董监高管无进入 就是没有被采取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而所谓三法一则利润查 这是老师最为得意的是高度概括的一句话 好 指的是什么意思 所谓三法是最近三年 也就是最近36个月内 不存在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况 所谓一则指的是最近一年 也就是最近12个月内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而所谓利润查指的是 董监高都不存在涉嫌违法犯罪 正在被司法机关利润侦查 或者是涉嫌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利润调查的情况 好 然后对公司也是有要求的 公司不存在三法以及利润查 因为公司还没有上市 所以它就不可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因此公司没有一则的要求 而公司的这个三法是最近三年 也就是最近36个月内 不存在因为重大的违法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同时利润查呢 讲的也是公司不存在 因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利润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联调查的情况 好 要求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擅自发 就是没有经过核准擅自发行证券 申请文件有虚假 以及严重损人损社会这样的情况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科创版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这个科创版大家可以想见 相对于主版而言 那这个条件就要低很多 对时间的要求也是自从成立满三年 要求公司成立三年以上 好 要求公司经营稳健 是主业董高两不变 也就是主业务董事高级管理员 在最近两年没有发生重大福利变化就可以了 然后股份资产无纠纷是一样的 要求公司管理要规范 就是组织机构很健全 财快内控都规范 出具无保留意见 要求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这点跟主板就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到主板首发并上市 要求公司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好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要求具体就是持续经营无障碍 或有事项不存在资产完整人财独 也就是资产是完整的人员财务机构是独立的 好 然后要求公司及相关的人员 不存在特定的违法行为 也就是公司和两控不存在五种犯罪三违法 公司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不存在特定的黑物类的犯罪 和三种特定的重大违法行为 然后董监高不存在三法以及立案查这样的情况 所谓三法就是最近三年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而所谓立案查指的就是因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跟主板也有一定的差距 主板针对董监高是要求不存在三法一则立案查这样的情况 好 讲到这儿给大家多说一句话 就是针对老师在证券法当中所总结的这些个唐诗 大家没事就拿出来念 念到你特别熟悉的程度 在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到与它相关的内容 马上脑子里面能够反映出来这句诗 其实你在做题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就是囊中探物 所以没事记住拿出来念 好 针对这个考点大家可以看到 在19年的单选20年的单选和21年的多选当中 都有考到说明在最近几年客观题当中出现的频率 还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在今年考试当中 提醒大家重点注意一下 关于首发条件当中的财务指标 也就是在主板首发并上市的那个财务指标 好 下马不看怎么考 首先21年这样一个多选题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个想中 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应当符合的条件呢 好 大家看 这就是考察大家 首次公开发行的共同基本条件 我们说了 看到每一个选项 我们就想一想 对应的那句诗是什么 能够想得出来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好 A选项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马上反映一下 组织机构很健全正确 好 B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马上反映一下持续经营无障碍正确 C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对应就是三年无保留意见正确 D 发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 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较公司两控不存在五种犯罪近三年 所以正确 因此这个题我们一一对应下来 A B C D都是正确的 好 再看再一个例题 单选题 假股费有限公司 你在主板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以下情形将导致假公司不符合 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首发条件的事 好 马上想一想 这是在主板首发并上市 自从成立满三年 股本总额三千万 我们来看 A选项 假公司的股本总额为人民币三千万 没问题 股本总额三千万是符合条件的 B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存在重大的全署纠纷 我们说了 要求什么 股份资产无纠纷 所以B选项很明显 它就不符合首发并上市的条件 C 假公司三年前 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官僚员有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发生了变更 三年前发生变化 影不影响公司经营稳健 不影响 那句话我们是怎么讲的 叫做主业董高三不变 是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不利的变化 所以C选项是符合条件的 D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累计为人民币六千万 我们要求三年现金五千万就够了 就是最近三年累计现金流量金额是超过人民币五千万 所以六千万完全满足条件 所以大家看 这个唐诗有的时候是很有用的 每句话对应一下 比如说最后的这句话 我们对应一下就是三年现金五千万 一看就明白它是符合条件的 因此选不符合条件的 那唯一正确的就是B选项 好再看 这个例题单选题 某股份有限公司 你在主板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各项中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事 又是在主板首发并上市 A选项 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净利润累计为三千万 够不够不够 我们说了三年净利三千万 三年现金五千万或者收入三元 通通都是超过 而超过是不包括本数的 所以A选项错误 B公司上一年度 严重违反环境保护管理法规 受到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不行 不行 要求公司不存在 三罚以及利润厂 最近36个月都不能够存在 严重的违法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好再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超过人民币三元 没问题 好再看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主要来自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外的投资收益 这就影响他持续盈利了 对不对 我们说了 要求公司不存在什么样的情况 利润来自报表外 所以这个提议 唯一符合条件的就是新选项 好再看 这个例题多选题 下来关于某公司在科创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说法正确的有 在科创版 该公司最近三年 主业务不能有重大福利变化 这是错误的 科创版我们只要求什么 主业懂高 两不变就可以了 该公司最近两年实际控制 没有发生变更 这是正确的 公司资产完整 业务以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想想我们讲那句话 叫做资产完整人财独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该公司现任监视 在最近三年内 曾经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将构成发行障碍 正确 因为我们要求公司的董监高 不存在三罚 以及利润查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董事监视高级官员 在最近三年之内 都不能够存在 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况 也不能够存在 正在因为犯罪 被司法机关利润侦查 或者是因为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利润调查 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题 我们选正确答案 那就应该选B、C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六个考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程序 以及首次公开发行时的 劳股转让 针对这个考点 首先考察的主要内容 都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 在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程序 从公司的内部 董事会要提出相应的方案 然后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然后经过保健人保健 向证监会提出申请 这点大家要注意 这是原来按照主板首发并上市 必须是采取核准制的情况下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全面的推行了注册制 所以在采取核准制的情况下 那么经过证监会的核准 这个核准的有效期只有六个月 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 如果说证监会做出无欲核准的决定 那公司在六个月之后才能够重新提出申请 好 下面我们看 在科创版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程序 因为科创版本来就是采取注册制的 所以这个注册的基本程序 首先公司内部也是董事会提出相应的方案 然后经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然后由保健人保健 注意 下一步是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而证交所应该在三个月内予以审核 审核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 第一种如果说审核不同意 那就终止发行 如果说审核同意 下一步是向证监会申请注册 而证监会应该在二十日内做出决定 证监会的决定无非也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不预注册 第二种就是同意注册 无论是证交所审核不同意 还是证监会做出不预注册的决定 公司都是在六个月之后才能够重新提出申请 如果说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 该决定注意在一年内是有效的 公司应该在一年内要发行完毕 好在特殊的情况下应该撤销注册 什么情况 就是同意注册之后发现公司 是不符合相关发行条件的 在这种情况下撤销注册的话 我们要看假如还没有发行股票 那就停止发行 如果说已经发行还没有上市 那当然就不能够上市了 此时只需要返还股款 并且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好需要注意 如果说在撤销注册的时候 已经发行证券将导致什么样的责任 刚才我们讲了 发行应当要承担返还股款 并且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责任 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保健人应当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如果说构成欺诈上市的 证监会有权利责令发行人 回购已经发行的证券 或者是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买回已经发行在外的证券 好下面我们看 关于证券的成销 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劳股转让 针对证券的成销 首先成销的限制 证券公司应当保证 所成销的证券优先出售给投资者 是不能够预留所代销的证券 也不可以预先留存并购入所包销的证券的 好 关于证券成销的期限 最长就是90日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行失败 证券成销的方式有两种 就是包销和代销 包销不存在发行失败 而代销的情况下 如果说销售的证券 没有达到你发行数量的70% 就会构成发行失败 下面我们看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的劳股转让 这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 劳股持有的时间必须在36个月以上 第二 对于这个转让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不能够超过自愿设定12个月及以上 限售期的投资者 获得配售股票的数量 好 再有 在劳股转让之后 公司股权结构不能够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不得发生变更 针对这个考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15年的多选 19年的单选和 20年的单选当中有考到 那么其中考察的重点 一个就是关于注册制的基本程序 再有就是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 劳股转让的规则 好 下面我们看怎么考 首先19年这样一个单选题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科创版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公司 做出同意或者不同意股票 公开发行并上市的 审核意见的是 谁 证券交易所 所以A 保健人这是错误的 B 证券业协会也是错误的 C 证券交易所这是正确的 D 证监会这是错误的 证监会它是负责注册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只能够选信 好 再看 再个例题多选题 假股份有限公司 你在科创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 下来关于假公司首发并上市 程序说法正确的 A 假公司本次发行需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审核 这是正确的 B 假公司本次发行需经证监会注册 也是正确的 C 假公司应在注册后六个月内发行股份 这是错误的 注册决定的有效期是一年 它只要在一年内发行就可以了 D 注册机构已做出发行注册的决定 但发现假公司不符合法定条件或法定程序 应当予以撤销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 B和D 考察的就是注册制 好 再看 这一个例题多选题 假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证监会同意注册之后 发现假公司提交的文件有严重不实陈述 假公司并不满足注册条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证监会应当要撤销注册决定 下来关于其后果说法正确的有 A 证监会应当撤销注册决定 这是正确的 B 假公司尚未发行证券的停止发行 这是正确的 C 已经发行尚未上市的发行人 应该按照发行价 并且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返还给证券的持有人 这是正确的 已经发行并上市的证监会 可以责令发行回购证券 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买回证券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 A B C D全选 好再看这个例题 单选题 某股股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一亿股 下来情形属于发行失败的事 好发行失败 我们说了包销不存在发行失败 只有代销才可能发行失败 A 包销期限借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 接近5000万股 但凡是包销卖不掉的 剩下的成销的证券公司 必须自己掏钱全部买下来 所以包销不存在发行失败 卖多少都不是问题 B 包销期限借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 接近6000万股 同样的道理 包销是不存在发行失败的 好 C 代销期限借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 接近7000万股 我们看 一共是1亿股 在什么情况下发行失败 代销的情况下 如果销售证券的数量 没有达到你发行数量的70% 就叫发行失败 所以接近7000万股 就没有达到70% 那这种是典型的发行失败 D 代销期限借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 接近8000万股 已经达到了你发行数量的70% 那就不叫做发行失败了 所以唯一发行失败的就是C选项 好 再看 占个例题多全题 下来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的 劳股转让说法正确的有 A 转让的劳股持股时间 应该在36个月以上 这是正确的 B 转让的劳股全属清晰 不存在法律纠纷 或者质押冻结 以及其他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况 这也是正确的 C 转让的劳股数量 不得超过自愿设定12个月 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 获得配售股份的数量 也是正确的 D 劳股转让之后 股权结构不得发生 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不得发生变更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 说法正确的 A B C D全选